大家好,我是新元,这期内容继续分享虚云和尚传记最后两章 这名人的力量就是大 上期视频中说到,蒋介石拜见虚云长老求占卜 虚云长老刚从蒋介石官邸回到慈云寺 正想休息一会,不想外面来了一大群人 这些人原来是慕名而来找长老算命开向的 长老称和尚只会经书,不懂算命,把他们打发走了 但随后又来了一批,长老在重庆再也待不下去了 次日便悄悄离开 三月,长老自重庆回到南华寺,开始着手修七重海绘塔 在掘塔基市,挖出四口古棺,每口长一丈六尺 中间空空如矣,没有头颅骨骸,只有幽宫砖 每砖一尺八寸鱼,上捐花纹鸟兽,可有甘之字,可惜无年代考证 六月,长老设戒律学院 随后,又于宝林门内开办义务小学,免费收乡村无钱贫民子弟上学 当家观本法师不解,问其故 长老道,太须太师提出人间佛教,我急赞同 我们免费办学,岂不是搞人间佛教 还有当年佛祖说自度度他,普度众生,也是人间佛教 到了六祖会能大师,他更是有深的体会 他有祭云,佛法在世间,不离世坚决,离世密菩提,恰如囚兔脚 和尚是人天师表,是人间示范,这是多么尊贵与高尚啊 却说南华寺在虚云长老的努力之下终得复兴 时有离己身,离汉魂来访 二人见了南华寺新气象,称赞不已 随后又提及云门山大绝寺如今的破败景象与先前的南华寺比较 有过之而无不及 并说,若得振兴,非虚云长老不可 云门山大绝禅寺出名光太禅院 始建于唐庄宗铜光元年,距今一千多年 金刚经云若见诸相飞相,即见如来 故后改名为大绝禅寺 大绝禅寺是云门宗的源头 虚云长老曾于1930年去过云门山 那次他所见到的云门,乃是残破不堪 荆棘从中,昔日祖庭沦落如世 他不禁欺然累下,当时寺中只有明空一人 他于1938年住寺 世祖师香火,自甘倾苦,不忍离去 守着那具残存的文艳祖师不烂肉身,离己身 李汉魂得知长老也了解那里的情况 便圣意邀请虚云长老入云门山重新组庭 虚云长老心想,修建寺院 坚守道场是出家人的家务 虽将南华寺交给本患和尚主持 1943年腊月 十年104岁的虚云长老来到云门山 在寺中枯首多年的明空见长老来了 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很久才说出一句话来 长老来了,云门山有希望了 虚云长老一眼就看出,明空是个老实人 太老实的人可以学佛,当家却不合适 也为他要面对的不仅仅是菩萨和念书 更有寺庙外的复杂社会 出来乍道,长老要做的事情有很多 他来到这里的第一感觉就是风水不好 这才是导致一个千年古庙破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大凡炎黄子孙,起屋造坟,推奖风水 虚云长老一到云门,像先前出道南华禅寺一样 头一件事,便是更改山巷 云门山巷,在炎祖是如何 一不可考,就四座西北向东南 前山巡巷,大殿三门 正对雷公岭,于风水格局均属不利 左侧被受溪流之冲煞,又前方遭白虎山之威胁 左前方不陷青龙岭,于整个格局 颇不协调,虚云长老细查山川之形式 惊言风水之厉害,改正山巷 仍坐西北朝东南,取新山一巷 让大殿三门,正对观音岭 如此有四例 一者,全似靠正主山,避免左侧被山气之冲煞 二者,青龙岭高于白虎山,免除又前方之威胁 三者,正对观音岭,按山加盛,珠峰罗列 并有大小骑山,形成贵人拱卫之象 四者,全似范语,远观近看 符合天然局势,后座稳靠 前面开阔,左拥右护,尽收吉祥 1944年6月,旭云长老开始指挥整平基地 建筑天王殿 其实,摘堂又被房地 有一股张,正干为有一丈六尺 高树丈,枝也阴极半亩 树身倾向原有祖殿 此树若保留,则不便新建四语 砍岛,则亦招致诸多损害 树之西北为救祖殿 东北为僧辽,西南为救大殿及三门 只有东南一方安全 砍,担心树倒时打坏财物 不砍,树身重力倾向祖殿 年日一久,有枯枝败叶 经大风一吹,难免不影响祖殿 虚云长老挑出八个精壮劳力 每日每人一个钟头 用车轮法,轮流砍伐此树 历时半月,欲砍欲清西北 祖殿,大殿等旧物欲危险 大众黄聚,纷纷献挽救之策 虚云长老成竹在凶地 要众人只管往下砍 每日收坡前,虚云长老还轻砍若干府 某日武斋后,虚云长老正帅僧俗 照常在祖殿念观世音菩萨 绕完佛,大家分坐在前凳 东凳,西凳,呼风声大作 屋顶上的瓦片仿佛在耳边缩得响 大家都知道,树药倒了 一个个面露惊惧之色望着虚云长老 虚云长老威然附作像平常一样 而巨声震吼,地动乌摇 尘土漫空,树倒了 没有打在祖殿上 而是倒在东南方空隙处 与平日倾向正好相反 在场僧人 居士,无不赶愧虚云长老 有不可思议之修行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 虚云上人来到云门山担惊绿 总算才有了头绪 大爵寺已荒废日久 很多年无人管理 当年明空比丘来此 看到这里的破坏景象 才不忍离去的 自那以后 这里就一直由他照管门庭 明空师是一个性格随和的人 又不识字 虚云长老得空后来查看账目 结果发现寺里的财物与地产所剩无几 已纷纷为人所占了 虚云长老心急如焚 请来明空师的 寺庙没有财产 尚可筹集 但如没有地产 恰如无木之本 无水之源 我刚才查看地产 上面大多有你之印章 我比你晚来 不知来龙去卖 明空师的 我的罪过是没有编辑了 我来到这里 别人欺我不识字 甜言蜜语哄骗 拿一些本本 印了字的纸张来 说要我做个好事 不会写字不要紧 盖个章就行 我一想他们这么信任我 盖个印章 以为没什么 虚云长老道 图章好比你的嘴 盖了图章 就好比你的嘴说了事 不管是怎样吃亏的事 都没法收回了 你难道不知道吗 明空师道 我要是知道 就不会盖图章了 最可恼的是 县立中学校长毛某某 趁政府举办 丈量山地的机会 引我上钩 为我代办公文 背地里将云门寺 大部分好的田地 移到学校名下 但我发觉 是已成定局 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我只有眼睁睁地 看着他们 把寺里的田 地被扎了去 要怪只能怪我 这个睁眼下 我去找过 当地政府奖礼 他们就拿一些本本 纸张在我眼前晃晃 就是不予我奖礼 还哄我走 虚云长老叹道 哎 怪你也怪不上 就怪虚云业重 注定有此一劫 却说不觉中 虚云长老来大绝寺 忙着各种事务 早把一切忘怀了 甚至忘怀了 自已的年纪 想到年纪 一种强烈的沧桑感 悠然而生 从小到老他 经历了奶奶的离去 父亲的离去 田氏 檀氏和树木的离去 妙莲 荣静 常开 德物 悟性 山霞 天真等诸师友 也早离他而去了 认识他 或者他认识的人 一个个离他远了 只剩下的 还估计的 活在这个人世间 当一种可怕的 孤独和凄凉 迈上心头之际 他听到寺院里 传来抓贼的那海声 长老正要出禅房 恰好明空师 过来报告 说抓获了一个小偷 长老急忙赶到现场 见寺中僧人 在拳打脚踢小偷 就制止道 不许打人 问问他 为何来庙里偷东西 那小偷 趴在地上 声音不止 就是不愿意说话 虚云长老心下的 他是吓着了 哪里还敢说话 虽道 不用怕 我不会为难你 但你一定要记着 堂堂无耻之躯 饿死也不要去偷 你以后没有吃的了 就到寺里来找我 你的家一定就在寺庙附近 快回去吧 夜深了 家人正盼着你呢 小偷如获大赦 爬起来连屁股都不敢拍 就要溜走 长老查看他 所偷的是一袋米 又叫住他道 你回来 小偷吓得直打哆嗦 不知道这个老和尚 为何有变卦 他忐忑不安地走近 长老道 把这袋米带回家去吧 小偷有点不敢相信 自己的耳朵 见老和尚向他点头 才扛走地上的一袋 米三步一回头地离去 望着小偷远去的背影 众僧人都表示不解 明空道 长老 我们放了他 已经是够宽容了 你竟然还 虚云长老的 来偷米的贼 一定是家里 接不开锅了 如果有饭吃 他会冒险来偷米吗 人呢 都会有为难的时候的 哪个甘愿夜里去做贼 将心比心 人心都是肉做的 我们虽然舍家出了家 但是 我们始终要把社会上的人 当成自己的父母 兄弟 姐妹 尤其是在他们 有困难的时候 我们要毫不犹豫 为其所忧 所行 古得云 山有玉则草木认 泉有园则水不结 住处有三宝 则善根增长 一日 虚云长老吃过午饭 适者进来 道 昨天夜里 偷米的那个强盗又来了 虚云长老随适者来到客堂 昨夜里 偷米的强盗一家五口 正在客堂等候 偷米贼见 虚云长老迎面而来 起身道 老和尚 我又来了 虚云长老 看着偷米贼一家 偷米贼趁机机灵地 向虚云长老介绍 说那娘们是他堂客 那两个小孩是他的儿子 那老汉是他爹 说着 把老汉 拉到虚云长老旁边 道 爹 这就是昨夜里 让我偷米的老和尚 众人听后 哑然失笑 事情就算过去了 不料次日寺里 来了一个白胡子老汉 他一来就静止方丈 是打量着虚云长老的 你就是虚云老和尚 长老的 老那的便是 请问老居士 老人不等长老把话说完 那头便拜 我叫孙吴方 昨夜我孙子水谷 来庙里为道 老和尚 我给你磕头谢罪来了 虚云长老一见到老人 就特感亲切 拉着他道 咱们都是老人了 磕什么头 老汉道 惭愧 我前生造业太多 没收到福报 才在世上受罪了 你老高授 虚云长老道 道光庚子年的 老汉惊道 你今年一百老几了 我是同志已四年的 比你小了整整三十岁呢 虚云长老问 气势多了 也不容易呢 人生七十古来兮 那你还能吃的吧 老汉道 吃的 吃的 我眼不花 耳不背 还能干得很烈 你昨夜里送给我 孙子的那袋米 今日个就是我背来的 怎么 你把米背回来了 老汉道 是啊 我孙儿不肯 我只能自已动手了 这年头 兵荒马乱的 年成又不好 你送的这袋米 吃完了又怎么办 喝戏北风 老和尚啊 所以我就索性 把这袋米背回来 你不如收留 我们一家老小吧 透米贼水谷 此时走了进来 不好意思地 对长老道 老和尚 你看我爷爷 他 他 硬要来 哎 我这不是得吃进账呢 虚云长老道 那你们就留下来吧 老汉催一口唾沫 白眼孙子 跺脚道 哼 没用的东西 说着又笑脸 迎向虚云长老 老和尚慈悲 我就知道你会留下我们的 嗨 这回好了 我们一日三餐不用愁了 水谷道 爷爷啊 你怎么口口声声 尽说吃啊 相仪是没有吃过东西的 老汉瞪眼道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老和尚 我们不白吃你的 你看 你正在修大殿 我们父子有的是利器 我帮你 好不好 虚云长老笑道 好啊 水谷一家被云门寺 收留的消息 很快传到附近一些 没饭吃的人家里 他们一起来到云门寺 要求虚云长老给晚饭吃 虚云长老道 你们发心来帮助干活 只是开头没有工钱 众人道 这年头兵荒马乱的 年成又不好 有晚饭吃就谢天谢地了 还讲什么工钱 长老道 等我派人到国外画道员 工钱还是要付给大家的 丁是丁 卯是卯 你们都是有家之人 离开云门寺 没有钱日子怎么过 自此 这些人就在大爵寺 坐式吃饭 其实日军气焰正盛 国军节节败退 不久就打到广东省来了 这期视频先说到这里 下期视频 我们讲虚云老和尚 如何应对日本兵 保护抗日战士 没有订阅的朋友 可以点点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